空白面板是干什么用的 空白面板就是用来遮蔽墙上预留的茶线盒 或者是用器用的墙孔 空材面板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一、有的地方接头可以用空白面板盖住 这样方便以后拆卸而且又美观 二、归以后的使用预留暂时用不到的地方 但是线已经布置在暗盒里面 用空白面部盖住之后美观 而且又方便之后再换成插座或者是开关之类的 定器工程中的空白面板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预留 以及预备的插座而安装没有插孔的盖板